大家晚上好 老師你好 老師你好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創作的靈感來源 這首曲子呢 是因為我多年在東南亞採風 然後看到非常多的民間的演出 跟我們一部非常重要的 Ramayana 印度的史詩有關 尤其在加美蘭或是皮影戲 所以在這首曲子裡頭 就採用了一個概念就是 引生到裡頭的一些故事 然後它就像一首沒有舞者的舞蹈音樂 或者說這首曲子是沒有一個聖人的理徒 所以希望你們聽的時候閉著眼睛 不需要再看著那個業氣的表演 因為它就在你心裡產生出這個聖人的形象 好 那這次 老師好 老師在樂器的使用上 用到很少西方傳統的打擊樂器 反而是用到 老師非常感謝你 親自帶了很多你珍藏的一些樂器 來接我們使用 而且還親自到店家去裁切主管 所以有很多竹子的樂器 那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呢 大家如果有去到 其實在台灣也一樣 原住民的主要業氣是竹子 就是在東南亞很多時候 表演藝術都是竹子 螺 這些所有的業氣基本上都是手工製的 然後它有一種特別的信念 就是每一件業氣它有自己的靈魂 就是你做這個業氣的時候 你給它的一種特別的氣質 然後並不是在音高上 是像我們西方的概念 用音高來組織一個整體 它一個音就可以代表整個靈魂的提升 所以在所有的業氣總和的時候 它會產生的一種能量開掉一個門 那個門是因人而異 所以為什麼在每一個印尼或民間的村裡頭 都有一套業氣當著神靈來拜 然後因為它本身就是那個製造業氣的大師 所認為可以打開某個門的一種特別的業氣 好 謝謝 謝謝老師的分享 謝謝老師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這一首 無名者 盛吉 點字幕志愉 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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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李宗盛